當中4名的被告涉及的暴動罪和非法集結罪 在今年的1月於區域法院開審 經過十多日的審訊之後 案中4名的被告被判罪名成立 以4名的被告在今日被法庭判以5年至14個月的監禁 法官在判刑時候指出 案發的地點是香港國際機場 而事件的發生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法庭指出 本案是屬於一宗嚴重衝擊法治的案件 情節嚴重 需要作出具阻嚇性的判刑